大家好啊 新疆到内蒙通辽的煤 掉件 货主说不要了啊 给大家看看 这拉点货都敢吞异的了 新疆拉车煤 正常当时钉是到通辽的 钉的时候是一千二百五千一吨 结果今天眼瞅到地上了 三百公里到地上了 我切大板这边走的 他到地上来给我打电话说啥呢 说这个煤厂的煤啊 人家不要了 这老板 说这煤啊一天掉五百多钱一吨 说这黑大发了 就不要了 我一听我说不要了大领啊 是不是 我都拉都拉回来了 你说这这么楼远 是不是四千来公里 结果他那个装煤的说了 说不行 你给我拉到那齿峰去吧 我拉到齿峰 我说那个也行 我说离这个样子虽然是远点 是不是 但是要不然这车没也没发整啊 我说到齿峰的话呢 运费给我多少钱呢 他说啥呢 到齿峰给一千一百五 我说到齿峰一千一百五 我说这正常的话 如果要是昨天你跟我说 到齿峰一千一百五 我也行 因为啥呢 我就切哪一线走了 我现在切大板这边走的都过大板了 你现在你告诉我 又送齿峰去了 我本身我就要到了 比以前还要远的 你不过加钱就算了 你还给我掉价了 你还给我掉价了 但人一输了 那这煤现在掉价了 我都是赔钱 是不是给你垫的 你要是行的话你送去 不行的话这些煤意思 没人要了 你说这事咋办嘛 到底这煤值不值钱呢 特别一看 我说这点混煤 也不知道这碗到底能不能值这个运费一下呢 但我也帮我出不着 到底这个煤我吃给他送去还是 还是咋整 这一天天净喊上事就干真事了走 你只能认栽 你只能认了 这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啊 我做买卖也赔过钱 当然我那个是粮油嘛 有的时候小本经营 有的时候就是赔个一两万块钱 也有那种情况下 是吧 甭说别的 反正就北京 我们望京的一哥们 那个 他原来就是前几年 大概十年多前吧 十十年以前 有一段时间也是这个煤涨钱 他就买了一辆大车 大车花了好几十万 然后就往山西拉煤 没多长时间 行情咔嚓就跌了 就跟现在一样 有涨就必有烙 有涨就会跌啊 然后他那车就好像就扔那了 就赔了不少钱啊 然后那那家是 他闺女跟我儿子 原来是在那个朝阳门少年之家 一块上学前班的同学啊 那会我媳妇跟他媳妇老在一块 有时候俩人一块带着孩子 还去什么动物园看啊 看星星看老虎什么的啊 那男的也老实八交的 哎 几十万块钱就打了水漂了 他这个赔不了太多钱 可能赔个两三万 我不知道啊 反正做买卖都有风险啊 有一个新疆人 维吾尔族的叫叫什么 叫阿布都阿布都热克曼埃斯卡尔 啊就那个我是去新疆认识他的吗 啊他对我挺好 还给我安排到宾馆 还请我吃的饭 就那哥们儿啊 他爸是当地那个阿拉尔市的兵团的啊 一个副政委维吾尔族的副政委 就是共产党的高官吧 他就自己做生意去那个哪儿 去往浙江倒腾一车啊水滚 他说赔了一辆奔驰的钱是吧 最近反正中国你看前两天还说煤炭在涨价 现在咔嚓又跌了是吧 那反正有的人就在半空中是吧 就得摔下来就得有有人赔钱 有人挣有人赔买卖就是这样富贵险中求啊 这个有赔就有赔 当然作为一个开大车的司机大货车的司机 谈不上富贵 对他来说是温饱 对这种人来说可能拉一车货啊 这个大货车拉一车没 可能辛辛苦苦的来回可能一周左右啊 那么挣个一万来块钱 是吧很多人那个车还是贷款买的 也得养活孩子老婆是吧也非常不容易 好吧朋友们就说到这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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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